原标题 任何一名被授予了将军军衔的将领 都是有着过人的智谋的 小编接下来要和大家介绍的这个人物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主人公的名字叫做张祖亮 1945年 当时34岁的张祖亮 担任386旅的政委 1945年9月份 在山西省的上党地区 国军禁忌鲁狱部队 对国民党部队进行了自卫反击作战 这就是后来的上党战役 而参与作战的部队之一 就是386旅 386旅的部队 在占领了老爷山之后 同时在等待援军主力的到来 一天上午 政委张祖亮站在山前观察激情 结果 他在望远镜当中看到了一个闪光点 原来 这是国民党的一名士兵身上背着的一个油桶 张祖亮和旅长商量之后 果断下令追击 原来敌人之所以会背着油桶 是因为他们要撤退了 而表面敌人要进行进攻 只不过是一个假象罢了 在接到命令之后 386旅快速行动 即便是在夜间 部队也没有休息 在敌军部队之前堵住了敌人的退路 从9月20日开始 禁忌鲁豫军区其中主力围攻 虽然国民党军队也派出了陆格斯的兵力进行支援 但是 我军部队已经占据了先期的优势 在发起总攻之后 国民党军队也是节节败退 最终 只有两千多人的部队逃走 根据后来的统计 上党战役中 火军部队总计 坚敌3.5万人 除此之外 还缴获了两千多艇机枪 此次的战役 提升了我们党在重庆和谭中的地位 在1955年的授贤仪式上 张祖亮被授予中将军衔 他还荣获了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一级解放勋章等等荣誉 1959年张祖亮在军事学院毕业之后 开始担任南京军区参谋长 一直到一 961年却是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